我之前交往过一个 然后就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 就当你拥有一些的时候 很多时候爱情会变得不纯粹 对 然后可能他喜欢你的同事 也喜欢你拥有的 对 或者喜欢你的人设 那个对象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十足地感受到了 他只是喜欢我这个人 那很棒 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一年多吧 然后就是 比如说我去纯K跟朋友唱歌 唱到五点多 你出门发现他还一个人站在那 最戳我的点是什么 我会觉得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就是傻了吧唧的 有那种觉得 这也太蠢了 挺好 就是那种感觉 蠢呆蠢呆 对对 让你有那种想要保护他 对保护他 我觉得是保护他 对 可是你看你能做出这么暖的事情 你对感情是很有想法的 甚至你一定是很期待感情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都期待吧 我那天节目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说马上谈恋爱 我说马上谈恋爱